最後我們要上的東西叫粒子觀點 意思就是我們用粒子 東西是一顆一顆的想法去解釋一些事情 東西為什麼會熱脹冷縮 因為受熱的時候它會跑得比較快 跑得比較大 所以體力就會變大 距離就會增加 然後呢 也可以說因為我擺得好好的 所以呢我的體積會固定形狀也會 固定 然後呢 氣體就是到處亂跑 所以就會體積不固定形狀也不固定 這個影片我們之前看過了 這個影片我們之前有看過 固體擺得好好的 然後開始到了溶點溶化 就開始比較可以移動 所以體積會增 體積會膨脹 然後可以搓一搓 所以形狀不固定 但體積固定 然後呢 會繼續的加熱 然後加熱到肺點變成氣體之後 就變成一顆一顆的 一顆到處亂跑 所以體積變得很大 然後同時呢 體積也不固定 形狀也不固定 OK 不固定 就是這樣子 後面這個影片是我們教的那個所謂的融化熱 氣化熱的事情 有沒有 有一個過程 有吸熱 但是呢 溫度不增加 是用來做狀態的改變 然後呢 就是從固體變成液體 好 以及從液體會變成氣體 這是我們之前教過的 在教溫度與熱的時候 跟各位講過 吸熱兩種改變 一種是溫度改變 一種是狀態改變 好 狀態改變 這我們講過 OK 這就是我們的 三態變化來用例子觀點解釋 什麼叫元素 什麼叫化合物 元素就是裡面只有一種原子 拿起來都是紅球 只有紅球 元素 那化合物呢 就是有兩種以上的原子 一定的比例結合 比如說右手邊 那個 都是兩黑加上 一白 兩黑一白 兩黑一白 原子 兩種以上的原子 以固定的比例結合 這樣叫做所謂的化合物 解釋什麼叫元素 什麼叫化合物 也解釋了什麼叫做純物質 什麼叫做混合物 純物就是手伸進去 拿出來的 長的都一樣 通通一樣的東西 只有一種分子 只有一種東西的叫做 純物質 混合物就是 手伸進去 拿出來的會不一樣 所以最左邊 都是白球 純物質 第二個 都是兩黑 所以這也叫做純物質 第三個 都是兩黑加一白 所以這也叫做純物質 但是 右手屬來第二個 有的會抓到一白 有的會抓到兩黑 東西有兩個 所以這叫做混合物 台灣的書上 都跟你寫 純物質 分作元素 即化合物 這個說法是錯的 元素是一個概念 是基本物質 你看看我最右邊的一張圖 它有幾種原質 一種黑 它叫原素 對不對 這一個原素 可是它是純物質嗎 不是 手進進去 會拿到兩黑 一個拿到三黑對不對 算什麼東西 混合物 這是因為台灣沒有這個名詞 台灣的國中生沒有這個叫單職 單職 高中我看過有書上提過 單職 我們國中沒有這個名詞 所以就知道 因為你講說純物質會分作元素跟 化合物 應該是單職跟化合物 OK 所以 所以考試的時候你就說 對對對 純物質有所謂的元素跟化合物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想法是 錯的 知道錯的 右邊元素 那它是什麼 混合物 這也考過 物理變化就是 怎麼弄怎麼弄 東西都一樣 所以這個叫水的慎態變化 白白的一顆水分子 固體的時候是排好好的 水害的時候稍微可以動 氣體的時候到處亂排 但都是一顆白排的 這叫做組成不變 種類 樹木排列方式都沒有改變 所以這叫做物理變化 化學變化就是有重新排列組合 所以本來是一白 本來是兩黑 化變成 一黑加兩白 原子重新排列組合 這樣叫做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好 那但是呢 把印前後種類跟樹木不變 前面有白後面就有白 前面有黑後面就有黑 前面沒有紅後面也不會有紅 OK 前面有四個黑後面就是四個黑 這樣子 就是原子說告訴你的東西 所以叫做解釋什麼叫物理變化 什麼叫做化學變化 那個東西沒有變的叫做物理變化 那個東東有變的叫做化學變化 可以解釋溶解跟過濾 溶解就是下去之後拆成很多小顆小顆的 塞在那個溶劑的縫隙當中 就溶解了 就溶解了 好 猜得很小很細我看不見 但是它仍然會存在 仍然會存在 那過濾就是那個洞啊 大顆小顆啊 小顆就穿過啦 大顆就穿不過啦 大顆穿不過啦 好 所以就是所謂的 講過濾法的時候是利用顆粒大小嘛 我們叫做溶解過濾 要先怎麼樣 溶掉 然後可溶變得很小顆就穿過了嘛 不可溶就大顆擋住了嘛 OK 溶解過濾法嘛 所以可以分離可溶跟不可溶物質 就是所謂的用粒子觀點解釋 這就是用粒子觀點解釋事情 很簡單 考試就畫圖給你看 問你它是元素還是化合物 問你它是存物質還是存合物 只有一種原子的叫做元素 兩種以上原子 固定比例結合的叫做化合物 怎麼拿都是同的東西的叫做純物質 拿出來的會不一樣的叫做混合物 就把它記憶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那個粒子觀點來解釋 這也是一個重點 要搞清楚怎麼來看 OK嗎 OK 請寫課堂練習